紅正銘 安打被沒收打點 甚至是打點被沒收 比賽進入到二局上半 新龍牛隊的進攻 牛隊是1比0領先 這個半局從第七棒鄭達鴻開始打擊 面對的逃手是阿蓋廖宇辰 鄭達鴻打擊率是下滑到3成01了 一隻拳力打15分的打點 9次倒壘成功 排名聯盟第三名 而廖宇辰在前一個半局是被打了兩隻的安打 還有投出一隻四壞球寶宋 失掉了1分投手自責分 鄭達鴻之後就是第八棒DH東哥黃忠義 總教練要上來打了 X棒界外球變成1號2塊 黃忠義安排在第八棒是一個第二輪的第四棒 可以說是安排在一個伏兵在這邊 會不會太委屈他了 黃忠義過去9場的先發 棒次從來沒有那麼下面過 這個球撈起來打到左岸野方向的高飛球 結果上到了觀眾席 鄭達鴻昨天3個打數沒有安打 有一次成功的犧牲的安打 鄭達鴻已經是過去7場比賽 鄭達鴻的打擊率是0 上壘率是1成30 打擊率從3成50 下滑到目前3成01 不過他是連續兩場比賽都先發蹲補 今年第四次先發當補手 現在鄭達鴻球數良好三壞 其實現在鄭達鴻是在先發的補手的位置 所以他就會蹲得比較辛苦 而且打擊要說有手發揮 是不是相對就會減少 球打成界外還是滿球數 鄭達鴻就是昨天也跟大家報告過了 就是從許智昌手中敲出職棒三年來第一支的全雷打之後 接下來10場比賽 30個打數只有三支安打 一成能打擊率 這個球是贏成了一支安打了 鄭達鴻經過了20個打數沒有安打之後 面對低間側頭的廖宜成結果敲出安打 左打者對於廖宜成可能還是有一些優勢的地方 其實牛隊今天的先發陣 就是裡面對上的一個走打者全部都上了 包括楊進雄 大家要輪到的是東哥黃中